文化大學 大家知道如果要來文化大學的話 除了自己騎摩托車開車之外 就會搭大眾運輸 文化人都知道有一個公車號叫做鴻武 大家有沒有聽過鴻武的故事 就到了5月12點末班車 通常司機都不在了 據說是因為車上看似空的 其實它裡面都滿了 這都是文化流傳下來的一個故事 到底是真是假我也不知道 大家可以看這一棟 我要跟大家介紹就是文化的鬼故事 先可以跟大家講一下 因為到了那個館所我不敢講 我就在這邊先跟大家分享 大家知道文化就出了名的鬼故事嗎 其中有個鬼故事就是說 在某一個館所在建商建的時候 蓋了一個八卦鎮 而且是倒八卦的 然後所以以至於 他可能在某個時間點的時候 會看到不該看到的東西 例如你電梯按了某一層樓 就打開的時候會看到不該看的 類似這種 然後據說還有一個傳說說 某一個教官他到了樓下 結果他消失了 再來沒有回來的 類似這種 當然我講的比較婉轉 至於文化的真實鬼故事是什麼 大家可以自己去上網查一查 我在這邊就是輕描帶寫的隨便說說囉 接下來先帶大家來看 這個第一個鬼故事的傳說 在我大一的時候 學長姐就跟我講了一個故事 也有可能是刻意講的這個 叫我們大一的時候 不要給小 要注意安全 對 他就是在藝術學院的正前面的這個池子 這池子大家可以看一下 其實水 根本就是走到我們的膝蓋的高度而已 可是這個池子確實是有發生過意外 所以也因為這個意外呢 也讓同學們就是一代傳者一代說 這個池子就是會有一些故事 所以大家如果看到這池子 可以拍照 可是不要想說下水不安全 然後我來帶大家看一下這個 大人館 然後我們可以稍微去裡面逛一下 大人很可怕 我跟你講這個學院超奇怪 他的電梯啊 我真的 我們來 就是這個傳說中的電梯 你現在是有點毛毛的 等一下 你是有點毛毛的 不要想太多 走 你趕上去嗎 又沒有怎樣 去看一下 好 我們就隨便去一個樓上 去四樓看一下 其實他 他好像 在這邊 欸是這一棟嗎 沒有忘記他某一城有犯一些 歷年來的 一些校長啊 或者是 創辦人這些東西的照片 還有一些 樂隊的一些器具 所以很多人其實看到會怕怕 我當你來頂樓不是要幹嘛 就是其實來看看風景 對 其實這邊很漂亮啦 不要想太多 然後他 因為文化這棟的建築物 他不是很正規的四方形 他就是真的有點像八卦型 你看他這邊 對 你看他整個角度就是 你有沒有發現他角度很特別 他都是一種 一種角 對 所以他的建設是這樣 其實說真的我也不敢一個人 來逛這個 晚上我不敢 其實我也是有點小熟吧 可是其實我相信 在這個 這一棟上學的學院的學生們 應該 以及吸以為常 沒什麼感覺 沒關係 看一下 那因為這邊 這棟真的是藝術學院 所以會有很多藝術品在這 你看大家看一下 他的建築物真的很特別 他就是 不是很方形 對 好 我們 走吧 就是還是會 大白天的還是 你也知道的 很久沒有回來學校了 還是會 好 我還是帶大家去看一下我的學院 好不好 我本身是屬於理學院 至於 這邊大家就是有空再來看看喔 我們就快速跳過囉 好 文化下雨的時候真的很可怕 所以我們都很依賴這個空橋 所以這空橋 我相信 學生走過的比例的人數 應該是破千萬次吧 你看文化的建築物 他在外圍都會有一個 像是走廊的一個空間 然後其實最上面頂樓 超級美 因為像今天天氣超好的時候 你知道他可以看到整個 外圍的大屯山系 所以我真覺得在文化讀書 當然你要克服冬天的寒冷 跟大風大雨之外 其實文化的美 真的只有文化人才懂 如果有些人去情人坡 不想要被情人賞的話 單身的時候也可以來這邊看美景 來 大家來看一下 這也是很多優惠地方 只是這個是 我們來看一下小園到底是什麼 來 這邊 在文化大學之前是叫華乾學園 他們創辦了 在這邊就是 對 長眠之地 這邊做個紀念 所以大家其實知道我在講什麼嗎 如果是在內棟學院的話 更美 因為他真的前面是無邊境狀 才可以看到整個淡水河系的美景 文化人其實還蠻 我個人 我雖然也是文化校友這樣講 有點不好意思 我覺得文化人很多 很有創意 所以身為文化的我 我還蠻 與有榮焉 也蠻開心之疑 是文化人 帶大家看一下 白天的情人坡 跟夜晚的情人坡 有什麼不一樣 我們可以先去看一下這邊 其實這邊是 是不可以進入的 所以大家盡量不要進入 因為會禁止大家進入的原因 因為這邊其實沒有任何的防護措施 是蠻危險的 所以真的上來也不要去做攀爬的動作 不要去做危險的事情 因為其實這樣的高度 還是可以看到外面的美景 這個是白天版的情人坡 後面的後山美景 白天就是這麼美 我們等到了晚上的時候 再來給大家看一下晚上的美景 好 這就是文化的夜景 可能文化夜景呢 大家都知道非常的漂亮 可是不管什麼時候來 它風都很大 所以記得帶個小外套 可是 我跟你說 再怎樣錄影呈現給大家看 都不如來 你的眼睛親自來看 因為真的好美 台北真的好美 不管多冷 我們都有人陪伴著我們 就是 文化後山的Enchambe 登登 你看 大家就圍著它們的小圈圈 來 我們去找它玩一下 天啊 好 好 老闆最近運氣好不好 我不敢講 哈哈哈哈 那那個 不一定 怎麼玩啊 就這樣 這樣 這樣沒有點下來 要一對 要一對才是 我會玩了 啊這樣五 六啦 哪有六 六啦 不是五 一對不算點是不是 六是大還小 你這 沒有 六算小啦 好 八點你輸 喔我輸了 所以我就沒有了對不對 對 你要再一出來 你要不要玩 贏一下好不好 很冷欸 這樣多少 我十點 一定贏了 好 好 好 今天就用香腸做結尾 今天我帶你來看我母校 中國文化大學 有沒有特別的感想 我覺得文化 麻雀雖小五臟俱全 該有的都有 然後 又有夜景可以看 又有妹可以看 又有香腸可以吃 哪來的妹 沒錯我一個好嗎 今天 現在放寒假根本沒有妹好不好 你不覺得其實 文化的店家 都很有人情味 對不對 而且文化的 給了感覺 像其實我們今天沒有特別去拍外圍的那個 美軍宿舍這一圈 因為現在 自從我畢業之後 這邊全部都改建了 所以變成假日很多人來拍 黃紅景點 我也希望說透過這次的影片 很簡單很簡單的快速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的母校中國文化大學 未來真的 有興趣來文化的同學 可以透過這影片 先告訴你們 大一新生 該吃什麼店 那希望這支影片大家會喜歡 期待我們下一次的企劃啦 叮 掰掰